寧看豪華即使發展郊野公園邊塞地 都未必能夠在短期間內加快土地供應 在有籃球國際賽事播放國歌時出錯 陳國基要求世界籃球總會撤查較大 下個月通車的將軍澳跨灣連接路舉行公益金白萬行 各位我是容家耀 本港未來十年土地供應投輕美重 發展局局長寧看豪華 說短期之內難以再推高供應 就算發展郊野公園邊塞地都未必能夠加快供應 政府早前說 預計未來十年可以供應3200多公頃的土地 發展局局長寧看豪華在本台節目講清講錯話 只有大概三成在頭五年可以變為熟地去供應 包括是古洞北、粉嶺北、東沖田海段等等 就算細細幅 相信由研究去到熟地出來加快速度 都大約是四年左右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說我們現在還可不可以在頭五年 再突然之間有多些熟地出來呢 我想這裡的空間是小的 一直有意見說可以發展郊野公園邊塞地 東河說會適時研究 那現在有沒有迫切性呢 有些聲音說這樣就幫到你短期了 其實這個我又不覺得 因為如果我們說即使我們精簡了我們的程序 都大約是四年左右的時間 如果我們在郊野公園邊塞地 本身當然也有它一定的爭議 那會不會說短期到五年之內 我可以將它變為熟地呢 其實我相信是比較困難的 我們手頭上其實現在更加緊張 我們希望推動的 就是今年司令報告我們提了 說有250幾公頃的綠化地 政府出資起基建 加快資人土地改劃 但同時要提供公營房屋的土地共享計劃 兩年來暫時只有三中獲批 是否欠成效 令漢豪說第一批的處理會比較審慎 不過元朗永寧村的申請 輪近政府橫州公營房項目 那為何不直接收回 以免令人質疑名益發展商呢 我們都是先賠償給他 然後我們拿了那個地 又再賣出去或者我們發展公營房屋 其實本身都需要一段時間 但現在研究都需要時間的 其實可能差不多 但其實申請人如果他自己做了一個研究 他自己去推進 其實我們說我們都計到進去 我們未來這段時間的屬地供應 其實是有幫助的 推展北部都匯區涉及大量收地 部分棕地作業者說沒有地方可以搬 當局早前說可以搬到新起的多層工客 不過供應量遠遠不足以應付需求 令漢豪就說時間上也都難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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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標示成被指港獨相關聯的歌名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已經去信世界籃球總會 要求撤查和交代 也要求本港警方深入調查 會接連發生是不可思議的 對於這些這麼有這樣的解釋 我們都覺得是不可自信 對於這麼有經驗的一個主辦單位 能夠讓這些事情發生 也都是不可以理解 所以我們會很嚴肅地處理這件事 至於香港籃球總會方面 我們會強烈要求他們 要制定好以後的方法 怎樣去令到我們的國歌 國旗 甚至有關國旗國歌的一個表述 都要很清晰 交給清楚交給主辦單位 不可以有另外相同的事情發生 公益金白萬行早早在還未通車的 將軍澳跨灣連接路舉行 是疫情爆發以來第一次恢復的實體步行籌款 參加的近1萬5千個市民 早早8點開始分批在將軍澳保一路 和保順路交界處出發 步行到將軍澳跨灣連接路 再接返到近唐延街附近 全程大約6公里 預料需時一個半小時 起步之前 他們要先掃安心出行 出示疫苗通行證和交健康新報表 將軍澳跨灣連接路和張嵐隧道 會在下個月11日通車 有參加白萬行的市民形容非常興奮 很興奮 很開心 我女兒有份參與 我們更加開心 這條橋又可以踩單車 又可以行人 是一種很新的設施 我們都想體驗一下 本身我們是有份參與的工程師 今天最好可以慢慢欣賞 平時不行 所以一定要參加 作為香港市民這些是喜事 這個拱橋最漂亮 代表這條橋的特色 政府容許團進團出之下 第一個入境旅行團 昨晚由泰國抵港 不過由於未趕得設登記 遲皇馬期間不能入指定食事 旅行團一行四十幾個旅客 早上大約九點在尖沙咀酒店出發 展開第一天的行程 團友上車前 需要掃描旅遊巴的安心出行為馬 旅行社又為團友量度體溫 他們之後去淺水灣 以及紅磡觀音廟等的景點參觀 旅行社說 黃馬期間的三餐會在參觀景點之後回酒店訪食 之後再出發去下一個景點 根據政府最新安排 如果團友在香港逗留不多過四天 即是需要在抵港當日做一次核酸檢測 但行程期間仍然需要每日快測 旅行社就說不少團友遇到困難 RAP上載那裡 我的客人不懂中文 亦不懂英文 所以我們要工作人員和導遊 領隊幫他們 要上載 比較複雜一些 其實之前有些朋友 從外國回來都出了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比較需要時間 甚至早上派飯盒 他們肯定吃得好 又要顧著做一個RAP 所以時間都好比較緊一點 內地新增24215宗新冠病毒本土個案 北京多一宗本土死亡病例 廣東的疫情仍然是最嚴重 新增9538宗 其中廣州佔9284宗 海駐區奉控措施再延長到星期二五夜 而重慶新增個案數也高企有4710宗 另外北京新增621宗本土個案 同時多一宗本土死亡病例 這次是內地各省市 由5月底之後再次錄得本土死亡個案 COW 立刻鎮 稍後回來還會報導 多間公共交通刑辦商 今天為長者提供免費承搭優位 大風雪吹襲美國紐約州西北部多個人死亡 回到新聞時間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 香港可以在全球動盪的大格局之下 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 當局將會更主動出訪世界各地 講好香港故事 陳茂波在網誌說 有人形容21世紀是亞洲世紀 亞太地區佔世界經濟總量超過六成 是全球經濟最具增長動力的地區 而全球發展正直動盪變革之際 地緣政治緊張 經濟格局、演變疊加 亞太地區有更迫切的需要 合力打造穩定暢通的產業供應鏈 加強區內經貿合作 他說在這個大格局之下 香港必定可以更好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 匯聚資金、人才和提供高增值的服務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 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 曾向國家主席習近平問好 並且回報香港最新情況 說習近平鼓勵他繼續努力工作 記者鍾薛熙在泰國曼谷報導 身處在泰國曼谷的行政長官李家超 在會議期間曾坐在國家主席習近平旁 雖然未獲得正式接見 但是李家超說曾經去宋基也短暫交談過 當然我是向主席問好 也都將香港目前的一些情況 向主席介紹和匯報 主席鼓勵我繼續努力工作 主席對香港的關心 在我和他交談中我充分感受到 很感謝王毅國務委員 很關心我所提的事 也鼓勵我們的工作 他們都認同香港是在依法施政方面 是落實好一國兩制方針 所做的工作是符合我們國家的要求 李家超又總結峰會成果 說除了曾經和泰國、新加坡、印尼 和越南的領導人會面之外 也都和不同的領袖講到香港的實際情況 說他們也都理解本港入境檢疫等的防疫政策 我們香港有一些高風險的人士 我們要特別照顧他們在疫苗接種方面 比例還未完善 而我們要確保香港的醫療服務 可以正常運作 其實大家都經歷過同樣的問題 所以當我們討論的時候 我將香港的情況解釋給他們聽 我們是會有罪去逐步減少所有限制 所以大家很認同這個方向 亦都很認同應該按著實際情況 去作出一個平衡的判斷 說好香港故事 我們的第一站是達到好的成果 明年峰會會在美國三藩市舉行 李家超列入美國的制裁名單 又會不會擔心影響出房呢? 我們作為APEC的成員 一定是支持和參與APEC的會議和活動 這是不需要置疑的 李家超在星期日 還會和隨行的本港二十幾個商貿代表團成員 在曼谷這裏和泰國的商界代表交流 也都會參觀這裏的企業 李家超星期日下午就會回香港 無線電視機就在中卓熙 在泰國曼谷報道 國務委員兼岸長王毅 總結中美元首在印尼巴里會議的成果 王毅說今次會面明確一個方向 就是防止中美關係脫軌失控 確定共同探討 確立中美關係指導原則或者戰略框架 並且啟動一個進程 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 本控和穩定中美關係 王毅又說習近平深刻否釋中美關係實質 強調應該從把握世界大小的高度 看待和處理中美關係 確立對話而不是對抗 雙贏而不是靈和的交往基調 共同確保中美關係沿著正確航向前行 習近平也全面展述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 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 任何人企圖想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除了中國人民都絕對不會答應 本港今天是獎者日 多間公共交通刑辦商為獎者提供免費承搭優惠 65歲或以上的獎者憑獎者不達通或出事樂遊卡 可以免費搭九巴和龍魂巴士、山頂纜車、電車 而乘港鐵入閘泊卡時將不會扣除車費 因為不適用在機場快線 如果乘東鐵線頭等就仍需要給頭等額外費用 至於新道輪多條航線包括中環來往長洲和門窩等 也提供獎者日免費乘搭優惠 有旅行社舉辦招聘日預計請近100人 並且為長線導遊設立包新制月薪達2萬元 全球多地放寬入境限制 本港入境檢疫也放寬到0加3 刺激出境遊 有旅行社舉辦招聘日 來應徵的人不少都在疫情期間轉行 現在想重投旅遊業 我是2019年帶了最後一個團之後 到現在沒有做過旅遊這行 本來在超級市場做理貨做得比較多 其實人工都是其次 最主要是我們可以再做這一行 還有有公開 就算團量沒有疫情之前那麼多 收入沒有那麼多 其實我們都可以接受 其實我都是看好的 因為始終香港人都很喜歡去旅行 還有現在都放寬了 我想都應該有很多人去旅行 還有我也很期待之後0加0 完全是好像以前那樣就最好 照拼日節有職場面試 預料請超過100人 涉及20種職位 當中過半數是屬於前線 包括日本導遊和領隊 旅行社負責人就預計 聖誕假期的生意額 能夠回到疫情之前的三成半 明年年初更加能夠回到疫情之前的一半 因此要增併人手 公司更加第一次為長線的導遊切包新製 包新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給入職的同事 他有一個安心 大家都知道一般是前線做導遊的同事 一般是底薪是較為低 是靠他們大權的時間 一些服務費做主要的收入 所以我們這次是改變了策略 是給大家知道 如果你進來我們公司導遊 基本一定是不會少過2萬5千元 這個我們相信是會吸引到 是一班對這個旅遊仍然有興趣 喜歡的同事是會回來的 旅行社說招聘日結束之後 有意申請的人士仍然可以將履歷和薪金要求 發送到公司電郵 稍後會約見合適的申請人 無線電視機者林俊謙不道 國際方面 馬來西亞大選初步結果顯示三大陣營 沒有一個拿到夏議院過半數議席 可能出現原始國會 截至星期日早上 夏議院220議席當中 反對派領袖安華領導的希望聯盟 拿到82席領先 前首相毛希丁領導的國民聯盟 緊隨其後拿到73席 馬來西亞反對派領袖安華領導的希望聯盟 在今次大選的初步點票結果中 暫時形勢最好 他表示有信心聯同其他陣營籌組新政府 而暫時落後的前首相毛希丁的國民聯盟 早前搶集宣布勝利 聲稱得到年輕選民的支持 馬來西亞選舉委員會初步點票結果顯示 在夏議院220席中 包括這兩個陣營在內 沒有單一陣營奪取過半數的112席 出現原始國會幾乎已成定局 但這兩個陣營早在點票過程中 唯有哪個主導籌組新政府增持激烈 在凌晨點票工作進行中 毛希丁德式國民聯盟取得73席 就對外聲稱已有足夠議席 籌組新政府 又說國民聯盟已預備好 與馬來西亞東部沙巴 以及沙拉越的政黨商議 並邀請與國民聯盟理念相近的政黨 已與籌組最穩定的聯邦政府 但強調不包括希望聯盟 選委會之後證實 希望聯盟奪取更多議席 超越國民聯盟 安華隨即反駁毛希丁 說今次選舉終成為國會最大陣營的是希望聯盟 不可能是國民聯盟 又說希望聯盟已得到其他政黨書面承諾合作 得到過半數議席籌組新政府 但他沒有透露包括了哪些政黨 至於手上伊斯瑪爾的國民陣線 由於在點票過程中 一直處於下風 勝出無望 令到馬來西亞政壇幾乎可以肯定變天 國民陣線同樣未等到點票完成 就表明這是選民化給國民陣線的重要信息 國民陣線會接受選民的決定 但仍然會積極參與 組成一個穩定的政府 以97歲高齡參選的前首相馬哈第二 未能夠保住他的選區議席 是他53年來首次遇上選舉挫敗 意味著他長達70年的政治生涯 或者要畫上句號 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導 美國紐約州西北部 受大風雪吹襲至少3個人死亡 部分地區的側雪高達近2米 在大二大城市水牛城單日降雪量超過40厘米 創新高比2014年的舊紀錄多一倍 嚴重側雪影響路面交通 全市星期六早上禁止車行駛 多班航機取消 紐約州在暴風雪期間發生近90宗車禍 近290人被大雪困在公路上 當局出動國民警衛軍協助清理積雪 水牛城有兩個人 在橙雪時心臟病發死亡 而鄰近的印第安納州 一個橙雪車司機出勤時 因為橙雪車翻側而喪生 出訪泰國的李家超 上午與香港駐曼谷經貿辦工作人員為名 在有籃球國際賽事播放國歌時出錯 陳國基要求世界籃球總會撤查交代 少年警訊第一次舉辦中式步操升旗比賽 加強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各位外傭家要 行政長官李家超 李家超繼續在泰國最後一日行程 上午與香港駐曼谷經貿辦工作人員會面 李家超在社交網站說 他與商貿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葉文娟 與駐曼谷經貿辦三個工作人員品嘗當地早餐 並了解他們在曼谷的工作 包括招商隱才 吸引泰國商界在香港設立家族辦公室等 他說各個經貿辦都任重道遠 要積極講好香港故事 吸引人才和企業來香港發展 外訪行程下午結束 李家超之後將會返回香港 政府容許團進團出之下第一個入境旅行團 昨晚由泰國底港 不過由於未趕一次登記 遲皇馬期間不能入指定食事 旅行團一行四十多個旅客 早上大約九點在尖沙咀酒店出發展開第一日行程 團友上車前需要掃描旅遊巴的安心出行為碼 旅行社又幫團友量體溫 他們之後去淺水灣 以及紅磡觀音廟等的景點參觀 旅行社說皇馬期間的三餐 會在參觀景點之後回酒店訪食 之後再出發去下一個景點 根據政府最新安排 如果團友在香港逗留不多過四天 只需要在底港當日做一次核酸檢測 但行程期間仍然需要每日快測 旅行社說不少團友遇到困難 RAP上載那裡 我的客人不懂中文也不懂英文 所以我們要工作人員和導遊和領域幫他們 要上載比較複雜 其實之前有些朋友從外國回來 都出了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比較需要時間 甚至早上派飯盒 他們肯定吃得好Russia 又要顧著做一個RAP 所以時間比較緊 政府舉辦渡校工作坊 向家長和小朋友推廣打新冠疫苗 金國學期一共舉辦29場 如果是妥可的話 可不可以呢 幫我們對抗新冠病毒 可不可以 不可以的話 我們要做個動作 這班幼稚園小朋友和爸爸媽媽坐在班房 玩玩遊戲 又一起唱打針歌 更跳起舞麗 副西疫苗接種計劃家公務員事務局 為了鼓勵更多家長 安排子女接種新冠疫苗 今個學期舉辦這類的工作坊 現在六個月至十一歲小朋友 都可以選擇接種科興 和復必泰幼兒或者兒童配方 雖然八成七的三至十一歲小朋友 都已經打了至少一針 但三歲以下第一針的接種率就不夠成 兩歲半的森橋 至到現在還未打新冠疫苗 但在三月曾經確診 媽媽早情仍然有顧慮 所以暫時未有安排 之前一直跟著私家醫生 那些疫苗接種的時間表 就會覺得可不可以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接種這麼多不同類型的疫苗 都會擔心小朋友的身體 不知道能否承受得住 既然未迫在微切的時候 就將他再押後些才考慮 我們作為家長 其實我們自己有工作 或者要照顧小朋友 平時都要很靠我們自己的主動 去找一些資料 還要當你上網的時候 你要懂得去篩選哪些好像很準確 哪些是坊間流傳出來的知識 未必所有人都會懂得去判斷 哪些是對哪些是不對的 夏方認為工作方可以為小朋友 重生培養觀念 疫苗這件事對他來說 是痛和不痛的 在我們的角度 首先不是打COVID的疫苗 其實我們其他疫苗 我們從小到大都會接種 在小朋友的角度 我們就是要灌輸給他聽 首先就不需要害怕 第二件事你打完之後 你就會變得很強壯 這件事的訊息我們很簡單 告訴他 這個沉以小朋友就會知道 工作方亦都備有網上資源 讓家長在家裏和子女重運 無線理事記者 袁解軒 再有港隊參加國際籃球賽事 主辦單位將國歌歌名 標示成被指港獨相關聯的歌名 政務施司長陳霍基華 已經去信世界籃球總會要求撤查和交代 亦要求本港警方深入調查 會接連發生是不可思議的 對於這些這麼有這樣的解釋 我們都覺得是不可自信 對於這麼有經驗的一個主辦單位 能夠讓這些事情發生 亦都是不可以理解 所以我們會很嚴肅地去處理這件事 至於香港籃球總會方面 我們會強烈要求他們 要制定好以後的方法 怎樣去令到我們的國歌 國旗 甚至有關國旗國歌的一個表述 都要很清晰 清楚交給主辦單位 不可以有另外相同的事情發生 為了推動國民教育 加強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少年警訊第一次舉辦中式步操升旗比賽 步操時的儀表、隊形、動作 聲掛旗時的口號、動作和時間配合 這隊小學升旗隊在評分中各項都表現出色 在六隊入圍隊伍裏脫泳而出 我練得最久就是讓旗 因為那時讓旗是不明顯地讓開的 可能會黏在一起 但是後面一年多了之後 都可以很完整地讓旗 少年警訊舉辦的一個中式升旗比賽 九月開始初賽 一共超過八十間中小學參與 少年警訊也由去年開始安排義務部操教官 到中小學教授學生升旗禮儀 和懸掛國旗的技巧 至今已經訓練超過三百名老師和中小學生 最基本就是他們每一位學員 中式步操動作要達到一個水平 其次就是無論他是一個升旗手 又或者一個旗旗手 他們的動作也要互相配合 在升旗的時間也要配合著國歌的節奏 很準誠地當國歌奏完之後 剛剛好這支國旗是升到其頂 警務處副處長袁毓建就說 升旗儀式加強青少年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讓青少年了解國旗、國徽和國歌 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 必須尊重 袁毓建又說會繼續舉辦多元化活動 培養青少年成為對社會有承擔 據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的新一代 無線電視記者王子瑜報導 海軍在大澳堵破一宗快艇走私案件 檢獲大約一萬部電話 市值大約一千一百萬 海軍昨天凌晨在大澳發現三輛可疑七人車 多次來往大澳露天停車場和岸邊 當走私集團運貨到船上的時候 海關人員上前折查 他們隨即四散 涉案的快艇也快速到內地的水域逃去 海軍在現場檢獲大批電話和三輛七人車 說走私分子以五百至一千五百元收購舊電話 運到內地翻身後再以四至五千元出售 海關說經過早前多番打擊內河船走私後 不法分子再次改用快艇走私 又用七人車代替貨車運送走私物品 今次走私分子放棄利用貨車 反而改用多部的七人私家車 去做回轉式的運輸 將走私物品分批送去岸邊交給快艇 我們相信是因為深宵的時分 貨車的出入是會比較惹人注目 所以他們改用七人私家車 目的是為了掩飾他們的走私行為 而今次我們所扣查的這三輛七人私家車 他們的外表看起來都殘破不堪 而我們根據資料顯示 這三輛七人私家車的行車證已經過期 今天是獎者日 多間公共交通營辦商 為獎者提供免費乘搭優惠 65歲或以上獎者 憑獎者伯達通或出事樂友卡 可以免費搭舊巴和龍魂巴士 山頂纜車、電車 而搭港鐵入閘泊卡的時候 將不會扣除車費 優惠不適用在機場快線 如果搭東鐵線頭等 就仍需要給頭等額外費用 至於新杜倫多條航線 包括中環來往長洲和梅渦等 也提供獎者日免費承托優惠 另外社會福利署也邀請 1,400間食肆和零售店 參與今日的獎者日消費優惠活動 為獎者提供特別折扣和優惠 近期有虛擬貨幣交易所申請破產保護 拖累一眾虛擬貨幣的表現 適逢政府表明促進虛擬資產發展 時機上合不合適呢 虛擬貨幣市場近期再出現大震盪 在香港起家 全球第二大虛擬貨幣交易所FTX 突然宣布申請破產保護 所發行的虛擬貨幣FTT 幣值起一夜間跌超過九成 更加牽連其他虛擬貨幣下跌 當中包括龍頭的比特幣 一度跌穿16,000美元 跌幅超過一成半見兩年低位 整件事的始末是說它不夠錢 然後真的擠提到最後宣布破產 其實你說一個危機為何會發生呢 主要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FTX有傳 它裏面拿了些錢去給它姐妹公司 第二個我覺得問題所在 就是因為在加密貨幣這個範疇裏面 始終是一個新興的資產 所以未必有一個很完美的監管 港府在上個月尾發佈有關虛擬資產 在港發展政策宣言 表明會促進香港虛擬資產行業 得以持續和負責任地發展 有學者認為FTX的事件 正為政府發展虛擬資產敲向警號 如果未來出現危機的時候 處理不當會影響半港聲譽 政府現在說我都參與這些虛擬資產的推廣 一些立法那些 我覺得政府要講清楚了 就是說你現在是被哪一類人 要給人一個錯覺 說你開放給波羅大眾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是相當相當危險的事 發生這些事的時候 都是停一停想想想想 即是搞清楚整件事是怎樣 那才再逐步逐步來 因應近期虛擬資產市場波動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最近發表忘誌 提到科技創新浪潮難免會遇上波折 表明未來會繼續秉持穩守安全 以及適設管控的風險前提之下 為市場遞造發展條件 報仙電視記者袁曉聰報導 國際方面 馬來西亞大選點票接近完成 初步結果顯示三大陣營 沒有一個拿到夏議院過半數議席 可能出現懸事國會 直至星期日早早 夏議院222席當中 反對派領袖安華領導的希望聯盟 拿到82席領先 前首相毛希丁領導的國民聯盟緊隨其後 拿到73席 首相依仙邁爾的國民陣線只有30隻 馬來西亞反對派領袖 做過副首相的安華 所領導的希望聯盟 在大選暫時領先 他說有信心可以拉攏其他政黨 籌組新政府 為他登上首相寶座做準備 我們只會組成政府 當我們有大選 然後我們一定會穩定 然後我們一定會穩定 前首相毛希丁的國民聯盟 早前宣稱得到足夠議席 並且準備和馬來西亞東部 沙巴和沙拉越的政黨 商討籌組新政府 但他強調不包括希望聯盟 根據選舉委員會的初步點票結果顯示 這兩大陣型沒有辦法拿到 最少112席的半數門檻 原是國會幾乎已成定局 至於國民陣線選情未如理想 已未現任首相伊斯邁爾 可能會落台 政黨表明會接受選民的決定 外界就關注另一個輸家 可能是97歲前首相馬哈第二 他未能保住選區議席 不排除會結束長達70年的政治生涯 暴先電視記者朱少林佛道 聯塔國氣候變化大會 通過成立損失損害基金 援助貧窮國家應對氣候變化 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特別代表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斯海珍華 在大會期間為美方代表 他形容會談有見設成 中美兩國自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不顧中方反對在8月訪問台灣後 暫停氣候變化會談 而在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 上星期在印尼巴里20國集團峰會期間 面對面會談後 兩國終於恢復氣候變化會談 夏鎮華說雙方有提及損失損害基金的成立 他認為發達國家有義務和責任出資 今次氣候大會原定上星期五閉幕 但因為很多問題仍然懸疑未決要延長會期 各方就如何減排 控制全球平均溫度升幅等問題上仍然較著 英國首相辛偉城突然到訪烏克蘭首都基庫 會誤總統澤連斯基 承諾英國會繼續堅定支援烏方 會再提供總值5000萬英鎊的防空裝備抵禦俄軍 這個年來自我都會提供2.3 billion的支持 而且我們會做到同樣的同樣 明年來 你進行在抵抗 Russian forces抵抗 你的家庭、你的 hospitals 你的電腦所在被砍失的力量 所以為了解你自己的支持 我們今天提供新的支持 這次是新委城上個月上任首相以來第一次訪問烏克蘭 他星期六在總統府與澤連斯基單獨會議 又連同其他英方代表和烏方人員開會 澤連斯基就說現在全國大約一半能源基建受損 又說俄軍攻擊目標已經開始由電力設施延伸到天然氣基建 隨著烏克蘭進入寒冬 新委城承諾英方除提供軍援外 也會加緊援助烏克蘭度過冬季 包括向烏冬供應遇寒物資 以及提供額外1600萬英鎊的人道物資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下節新聞